我的小鸭子还可以走哦 超可爱的猫头鹰就完成了 小玲玩具 嗨 大家好 我今天呢 是厨师 小玲今天呢 小玲要来挑战 用好吃又健康的食物 来做小动物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就赶快开始吧 那么这边呢 一共是准备了14种食材 我要从这里面呢 只能赚出7种来使用了 好吧 开始 胡萝卜 第二个 葡萄干 好吃 新葡萄 火腿肠 第五个 香蕉 棉花糖 这就是最后一个了 这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是 苹果 好了 那么小玲呢 一共就赚到了这7种食材 嗯 要用这7种食材 来做可爱的小动物们 嗯 现在是 头脑风暴的时刻 我们想一想 葡萄的话 可以试着来做 刺猬 好 那第一个就先挑战 刺猬 做刺猬 需要的材料 那么刚刚呢 已经介绍过了 做刺猬的食材 就是这些了 最重要的是这个 苹果呢 要削成这个样子 很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要给它 做一个 鼻子 然后呢 就是用这个青葡萄 把这个 刺猬的感觉给它 用进去 哇 怎么样 我觉得还很像 最后呢 就是眼睛 眼睛呢 用这个葡萄 金干的部分 因为它的眼睛很小 我看看它的脸啊 弄好了之后给大家看 特兰姆 水果刺猬 完成 刺猬 刺猬 接下来是蜗牛 那么蜗牛的食材呢 我也已经都切好了 咚咚 还有小一点的火腿 然后像这样 咚咚 拿牙签固定好 哇 很可爱 我腿肠呢 切成了这个样子 做它的身体 第二只 一样的 三个小蜗牛的身体 就做好了 这个太可爱了 眼睛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抽到了 棉花糖和葡萄干 棉花糖一个 葡萄干一个 就可以当做蜗牛的眼睛了 会 有点喜剧效果 可爱 蜗牛呢还有触角 好 蜗牛我很满意 鸭子 做鸭子需要的食材 鸭子最关键的呢 就是这个香蕉 一定要保留 这边的部分 这样子呢 我们才可以在这 切一下 然后 变成一个鸭子嘴巴 因为鸭嘴呢 是很长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 胡萝卜削成呢 这样的翻角形 然后准备呢 给它 连接到这里 鸭头的部分呢 我们也用牙签这样 固定好 还挺像个样子的 对不对 鸭腿的部分 就很简单的 用这个 胡萝卜 这一面 固定好了 我们的小鸭子 再做个眼睛的话 就完美了 用葡萄干 小小的捏了一个眼睛 我的小鸭子还可以走哦 接下来要做的是青蛙 做青蛙 需要的食材 棉花糖 上牙签 然后呢眼珠也是要用到这个 葡萄干 然后呢 小牙签 然后 整理一下就是这样了 最后 再用胡萝卜 切一个小三角形方 舌头 这样放进去 就好了 嘿嘿 这个很简单吧 现在要做的是 猫头鹰 做猫头鹰 需要的食材 来 两个苹果呢 分别采用不同的切法 一个呢是 切了一个小圆 上面的部分 这边切一点 这边切一点 然后呢 再掏出两个小孔 然后刚刚呢 这边切一下 这边切一下 切下来的 这两个小块块呢 我们就在这边 做手 接下来呢 是耳朵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两边呢 也削了一点点 方便呢 我们把耳朵放进去 然后 削了两个小小的 三角形 然后当做耳朵 把它 插进去 最后呢 我们就是 刚刚挖出来的 两个眼睛的孔 对不对 然后把葡萄干呢 填进去 在哪里 最后最后 胡萝卜削一个 小长条 做它的鼻子 超可爱的 猫头鹰 就完成了 好了 那么今天呢 小玲就跟着大家 用好吃的食物 制作了 动物朋友们 哇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可爱呢 只是小玲呢 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多多吃 水果和蔬菜 健健康康的 长大 不喜欢吃的朋友们呢 看到了这么 可爱的小动物 是不是也增加了食物了呢 好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 多给我们留言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嗯 我要端出去 吃到它们了 哈哈哈